武力攻台 中共政权最后的豪赌 美制裁期间香港公司涉及为伊朗革命卫队携黑钱 法国早就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为何取消潜艇订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三次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日本在9月初发布的武力评估 美国海军实力与中共海军有十倍差距 空军也是美国领先 图为2021年9月7日 尼米兹级别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与独立型冰海战斗舰塔尔萨号一起穿越南海 911前夕拜登打电话给习近平 传说两人相谈90分钟 美方发言人与管控竞争避免冲突 轻描淡写会谈内容 把谈话过程草草带过 中共大外宣则带到机会 大做文章说 美国怕了 赶快向中共求和 到底拜登是示弱还是装强 只能由观众自己判断了 拜登电话前周 中共舰艇在钓鱼台周边 冲撞日本炮艇事件刚刚发生 中共在东海 台海 南海军事动作越来越大 确实让美 日 澳 印四国感觉战争压力 只要擦枪走火 战争就可能发生 所以需要降温 问题是美中关系恶化成熟必然 现在只剩恶化速度 其次会谈后 美国对中国寄出301条款 并通知台湾駐美机构证明 以及暗制鱼叉飞弹的武器输台 可见两人会谈无助关系缓解 美国历史学家尼尔佛格森说 习近平不想把侵略台湾任务留给下一代 所以中美终须一战 美中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双方问题从台湾主权 扩张到意识形态之争 以及中共霸权的无限扩张和渗透活动 都令美国恼火 而这场战争豪赌 所以拖延 是因为习近平必须考虑 万一清台任务失败 中共政权势必崩溃 甚至再度沦入分裂的失败国家 这才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 佛格森刚出版新书末日 谈瘟疫及经济灾难 去年佛格森也写了巨人一书 描述美国巨人崛起和衰败 在美国学界享有盛名 他的分析也受到华府重视 外传拜登看了佛格森新书 10日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 为美中冲突降温 同时间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刚通过南海 仍然不甩中共通报禁令 习近平不敢开战有两个原因 其一 习近平虽然强烈侵袭解放军 频频换将 军队鹰派虽然增加 愿意效忠 跟着习近平进行战争冒进主义 但是反对侵略台湾的脑险派仍然不少 这些将领很清楚 现在攻台失败有九成 如果习近平脑筋少一根 决定攻台 很可能出现阵前倒戈 一旦军方炮口对准北京 中共政权倒台就会发生 这才是习近平担心所在 其二 中共解放军很清楚 中共仍然是大陆军主义 海空军与美国差距甚远 根据日本在九月初发布的武力评估 美国海军实力与中共海军有十倍差距 空军也是美国领先 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 中共必败 中共也认为阿富汗事件后 美国百分之百会介入 否则拜登民调会更低 更何况还有日澳印加入战局 美国有九成胜算 相反的 中共攻台成功机会很低 依照目前中共投资军备金额和速度来看 中共解放军要胜过四国联军 至少要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 可惜中共和美国一样 武汉病毒后 经济大幅滑落 国家预算出现困难 目前老公只能向富人割韭菜 添补财政亏空 若把大笔钱拥在军备 就会有更多穷人没饭吃 增加内部维稳困难 问题是割韭菜是两面刀 割韭菜越厉害 人民藏钱也越凶 最后就是没韭菜可割 大家一起吃草 回到共产时代 习近平是否冒着中共政权倒台 赌上政权崩溃 攻击台湾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但是在外部持续用军机战舰 武力威胁台湾 内部对台湾进行网络攻击 以及认知作战 破坏人民团结 或散布投降言论 希望台湾跪地投降 这种花费最轻松 这些渗透行动 既有台湾内部红色纵队的配合 加上法院对叛国贼的轻纵 为了金钱背叛台湾者 越来越多 这才是台湾所面临利息的危险 美国财政部周五9月17日公布制裁七间香港公司 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名旅中伊朗人和两名中国公民 他们设违反禁令 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及黎巴嫩真主党洗黑钱 并购买美国制军民两用产品运往伊朗 参与恐怖活动 美国财政部周五表示 一名身属中国的伊朗公民哈希米 涉直接或间接控制五间香港公司 透过国际金融体系 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和黎巴嫩真主党洗钱 这五间公司包括 PCI香港有限公司 大美额有限公司 China 49 Group Co Ltd Taiwan Bicham Trading Co Ltd 及Black Job International Co Ltd 根据财政部披露 这五间公司均在香港注册 地址相同 位于火炭山尾街宇宙工业中心内的同一个单位 财政部又表示 哈希米又透过两名中国公民 宋金及严肃炫 控制另外两间香港公司 两人协助哈希米开设银行账户 其中严肃炫代表哈希米 购买美国制军民两用产品运往伊朗 该两间公司与上述五间公司一样 以同一地址登记 位于港岛湾仔洛克道的一个单位 分别为Victory Summer Group Limited 及Yummy Beach Arm Trading Limited 根据财政部披露 两间公司并由送金石油 至于伊朗人哈希米 调查发现 其被美国财政部披露的登记地址为 广州市月秀区东风西路油花广场 与一间伊朗德黑兰在广州的贸易咨询公司地址吻合 其公司介绍 业务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大的进口商 用低的价格买到好的伊朗商品 美国财政部表示 按总统行政命令 EU13224即日起制裁哈希米 严肃炫 送金及上述7间香港公司 这些个人及实体涉及参与恐怖活动 故冻结他们所有在美国的财产 以及冻结任何由他们或与他人直接或间接拥有 而被制裁者占50%或以上的财产 财政部辖下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 安德烈亚·加琪表示 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打击卫生主党和IRGCQF提供财政支援的网络 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发表声明 表示这些网络通过区域金融系统洗黑钱达数千万美元 为卫生主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进行货币兑换和黄金及电子产品贸易 继而利用这些收入资助恐怖活动 导致黎巴嫩和该附近地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美国不会放松打击这些网络 并将继续采取行动阻止他们的活动 美国国务院是在2019年4月15日 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同年7月22日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制裁珠海阵容有限公司 及其总裁李优明 理由是他故意从伊朗购买或者获得石油 美国国会研究部今年4月最新的报告指出 对伊朗实施制裁问题上 中国是影响成效的主要因素 报告说 中国仍然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 2012年至2016年间 中国从伊朗购买的石油 由平均每日60万桶减少到43万5千桶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中国增加了从伊朗的采购 报告披露 中国大连港储存了2000万桶伊朗石油 这些石油没被计算在中国海关记录当中 2021年3月 中伊两国签署协议 中国以折扣架购买伊朗石油 中方则向伊朗出售武器和提升其他战略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 伊朗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西扩展的重要纽带 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天解释 基于国防需求考量 改选美国核动力潜舰才是合理选择 澳洲总理莫里森19日再度出面 为澳洲抛弃法国柴电潜舰 改选美国核动力技术作为潜舰主力的决策辩护 他称 法国早就知道我们担心 法国打造的潜艇舰队无法满足澳洲的需求 综合外媒报道 莫里森表示 他能理解法国的失望 但他一向也都表明了澳洲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莫里森说 到头来这就是一个到底要不要将舰队造出来的决定 在花了澳洲纳税人一大笔钱后 这舰队是否能在服役时符合我们的要求 而根据情报机构以及国防部门的说法 答案是不行 莫里森强调 法国政府完全知道澳洲方面对于潜艇性能的深切担心 美联社指出 根据美奥因达成的AUKUS协议 澳洲未来至少会获得8艘核潜艇 第一艘潜艇估计要到2040年才能交付给澳洲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表示 在潜艇站立到位之前 澳洲会先向美国乘租一些核动力潜艇 以满足国防需求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